所以你看神造人的時候 並不是要讓他做工 而是要他吃 要他接受 要他享受神 所以亞當呢 也就是這樣來享受神 所以亞當啊 他其實就是一個祭司 後來呢 是因為這個夏娃吃了這個果子 然後也拿給他的丈夫亞當 亞當呢 也這個糊塗了 把這個撒旦的話 信以為生 然後懷疑了神的話 就把這個果子吃下去 這一吃下去啊 就叫他不能見神的面 他就躲藏起來了 所以給我們看見 神造人啊 其實是要我們來享受他 所以你說亞當他是不是一個祭司呢 照我們對祭司正確的認識來講 他就是一個祭司活在神的面前 他天天和神來往 天天和神有交通 他就是活在神面前 神也活在祂面前 只是當他犯了罪以後 他就躲起來了 他就躲起來了 那個時候神到底有沒有看見他 神當然知道他在哪裡 所以我們看見亞當啊 他是一個祭司 那亞當後來啊 他的後代 他失敗了 但是他的後代 以挪式呼求神的名 他看見他自己的軟弱 他在那裡呼求主 他也在那裡覺得他需要主 他倚靠主 這個也是一個祭司的一種享受 然後我們看見那個以諾 記得上一次我在這邊也有交通告 以諾他生了馬祖沙拉以後 他就怎麼樣呢 記得嗎 與神同行三百年 與神同行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活在神面前啊 和神一起生活 你看他是不是一個祭司 以諾也是一個祭司 再下來呢 以諾生他的後代叫挪亞 我們知道挪亞方舟 挪亞為什麼造一個方舟呢 天氣這麼好 他在一個乾地上 漢地上 他在那裡造方舟 別人笑他是傻瓜 但是他為什麼會造呢 因為他有個啟示 神要用洪水來審判 他為什麼會得這個啟示呢 因為聖經上說他是一個藝人 在那個時候唯獨他是一個藝人 他是什麼樣是一個藝人呢 也就是說他是和神有交通 他是活在神面前 他是瞭解神心意的人 所以你看挪亞是不是也是一個祭司啊 再來呢 我們就看見亞伯拉罕 挪亞之後所有的人都被滅了 但是呢後來這個他們又失敗了 挪亞之後人又失敗了 他們又在那裡拜偶像 可是呢神從那裡呼召出亞伯拉罕來 亞伯拉罕也是一個祭司 怎麼知道呢 因為亞伯拉罕神把他從他的父家 呼召出來的時候 神沒有告訴他要往哪裡去 他就憑著神的一句話 他就跟著神出來了 要去哪裡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他有把握就是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在 有了神的同在他就知道他要往哪裡去 只要神你在我在哪裡都沒有問題 我就怕失去了你的同在 你怕不怕失去神的同在 我們需要活在神的面前 有活在神的面前 我們到什麼地方我們都不怕 我們需要過這樣的一種活在神面前的生活 那亞伯拉罕就是這樣一個人 因為他活在神面前 所以他能夠跟隨神 因爲他活在神面前 神雖然允許給了他一個兒子 他這個兒子神有一天叫他把這個兒子獻上 他非常一點不疑惑的 就把這個兒子獻上 正在拿刀要殺的時候 神向他寫寫 因爲他曉得神必會預備一個養膏 雖然說今天神叫我把這個孩子獻上 他就照著神的吩咐 把孩子捆綁了 放在祭壇上拿起刀來 到了這個時候他仍然有信心 孩子是他賜的 孩子他也必要保守 他有信心啊 神會預備一個養膏 就在這個最後一刹那 果真神是為他預備了養膏 所以他為什麼有這個信心 因為他活在和神的交通裡面 那我們後來也看見 跟他出來有一個侄子叫做羅德 羅德呢 他墮落在一個索多瑪的城裡面 神要來毀滅索多瑪的城 但是神呢 先來把這個意思告訴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呢 就在和神的交通裡面 他摸著了神的心意 他就為這個來向神祥告 以至這個羅德啊 能夠從所多瑪利被救出來 所以你看看亞伯拉罕 他也是一個活在神面前的祭司 所以雖然還沒有祭司制度 可是已經有這麼多人啊 他們都是活在神面前 他們實在是有那個祭司的實際 他們真的是一個祭司 那我們知道後來亞伯拉罕生的以撒 以撒還生的雅各 雅各是一個非常狡猾的人 他是非常會抓奪的 什麼東西他都具為己有 他都想盡辦法用他各樣的詭詐 讓他自己啊越來越富有 但是這樣的一個人呢 神也慢慢的變化他 使他成為一個在神面前的祭司 那我們怎麼知道他成了祭司呢 因為到最後啊 你知道他到年老的時候 他能夠為法老來祝福 法老王啊 他到法老王面前的時候 雖然他是 他們那是因為以色列人啊 他們這個饑荒了 所以他到埃及去那裡遺梁 去得作他們的供應了 好像他應該背下 可是呢在那個時候 他竟然像個王子一樣 可以給人祝福 他比法老王還大 誰能夠給我祝福 當然比我還大的嘛 我孩子給我祝福 是不是有點不太相稱了 但是為什麼這個雅各 可以給法老王祝福呢 因為他還大 大在哪裡呢 因為他活在神的面前 他能夠把神的祝福帶給法老 可見他啊 生命也成熟到活在神的面前 所以在這裡我們都看見 這些人啊都是一些祭司 那我們再看看以色列人也是 以色列人當他們要出埃及的時候 他們在那裡照著神所吩咐了 殺了玉月節的羊羔 然後在那獻祭 得作神的怨啊 沒有人為他們獻祭 每一個人都在家裡 殺一隻羊羔 每一個人都在那裡 向神獻祭 每一個人都得作神的悅納 神沒有說某些人才可以為我獻祭 是每一個以色列人 每一家都在那裡獻祭 所以你看看他們 每一個都是祭司 所以 我們首先我說了這麼多 是要讓弟兄姊妹知道 我們需要 我們都是一個祭司 我們要來侍奉神 第一件事就是需要 我們被祂充滿盡透 我們需要來救盡祂 來享受祂 所以第三點我們再讀一下 除非我們與祂聯合 否則就無法為祂工作 也無法實際做一個祭司 祭司主要的功用 不是工作 而是花時間在祂面前 並被祂充滿飽和盡透 直到他臺靈靈與祂合一 所以我們看見一個祭司 是需要這樣來享受祂 我們的確 我們說要服事主 不是我們在那裡 也不是只有我們在那裡祷告 我們在那裡讀經而已 服事主不錯 你要去接觸人 也的確是有好多的事情 是需要我們 把我們的時間體力擺上 但是在這之前呢 我們需要來享受主 不用怎麼樣阿門嗎 我們先要來享受主 我們若不是這樣一個享受主 被祂充滿的人 實在說我們所做的 在主面前有沒有價值 這還不一定 是不是得祂的稱許 祂的悅納也不一定 所以我們尼座森弟兄 他是一個 尼弟兄我想我們常常提到 大家都不陌生 尼弟兄是一個 侍奉主的人 而且實在是摸著了神的心意 尼弟兄有好多的話 叫我們非常得幫助 他的生命是那樣的豐富 那樣能夠幫助別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 那樣的享受神的人 那尼弟兄根據他不適的經驗 他說了一段非常精粹的話 那在這個話裡面 我們很熟悉的一句就是 神看重我們所事 過於我們所做的 真正的工作是生命的流露 我們一起說說看好 神看重我們所事 過於我們所做的 真正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